剛剛這首歌唱得是滿有感觸的 非常非常有意境 來 我們請一個 我們薛忠銘老師請做講評 倩時這首歌 這首歌雖然是龍瓢包場 它其實原曲是一個英文歌曲 對不對 其實是個外國歌 只是這個外國歌 他故意把它寫成中文歌 這是很特別的一首歌 因為我覺得倩時其實唱歌 有時候會帶點柔柔的 有點帶點重量 在前面的A段我覺得唱得很不錯 尤其是那個把我的心交給你 我覺得這地方唱得很有感情 還是把我的心交給你 彷彿你早日會心意 當然 有點確定說 你前面第一顆字就忘掉了 有點忘詞 有點可惜 再來我是有點建議 比如說 我愛你 因為它是在重複的 如果要是我的意見的話 我會建議這個我愛你 其實可以稍微有點反派進來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是要唱鬆的 我愛你 我愛你 我覺得應該要每次情緒 要有點不太一樣 讓這個歌會更有起伏性 給你做參考好不好 加油 謝謝 周志平老師請 其實的美好的音色 在這首歌裡面 還是發揮得非常非常漂亮 但是我個人認為 你對這首歌 熟悉度還是不是那麼夠 有很多字我覺得 在唱起來的時候 它的感覺並不是那麼順 所以歌手要更熟悉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讓它整個的律動變得更順一點 好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謝謝 謝謝 我們看楊倩時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楊倩時到底可以得到幾分呢 楊倩時 七十 八十 九十 九十 小數點是多少 五 六 七 八 恭喜得到九十點八分 好 九十點八 九十點六 兩位九十點四 我們先從楊倩時票箱抽出幸運的觀眾 得獎的是 恭喜你得到獎金三千元 是 那這兩位宣布的話 我覺得應該放後面 因為說不定衛冕者 唱到九十點四以下 就是 王建復要記一張黃牌 如果王建復過關的話 就評審投票 兩位到底是高利亞會離開呢 還是我們的秀琴會貼黃牌呢 或者是王建復會貼黃牌 不知道 我的天啊 好 四位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